大家好,我是白胖碎碎念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诸葛亮为何不就关羽 真的是鞠躬尽瘁了 三国时期第一谋是诸葛亮 大家是否还记得三顾茅庐 草船借鉴 火烧连帆船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吗 这些都是诸葛亮一手谋划 他的谋略在三国中是顶尖的 但是为何 他却就关羽呢 以他能力 难道还不够吗 还是说他还其他心思呢 还有他是怎么死呢 诸葛亮为什么就关羽 诸葛亮不就关羽 是为了借刀杀人 这一观点 最早是由近代国学大师张太炎 在《囚书》中提出 葛氏假手于无人 以允关羽之命的见解 他认为 关羽镇守荆州 手握重兵 骄狂不可一世 不但一代 刘备死后 之后将难以对付 即使刘备健在之时 诸葛亮也很难越过 关羽这道屏障 而摄取更大的权力 故诸葛亮宁可丢失荆州 也要假无人之手 除掉关羽 诸葛亮是怎么死的 诸葛亮之死因有三点 一是外因 当时蜀中已无能人 诸葛亮缺乏有效辅助他的人 二是内因 由于无人辅佐 导致他不得不势必攻卿 结果劳累过度 深染重疾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诸葛亮是一个有着非常传统的 正统观念的知识分子 受先主之托 必须尽所托之事 因此 将完成光复汉世的事业 视为自己的事业 随不能为 亦勉力而为之 大凡如此者 皆短受者也 如何评价诸葛亮 优点 一 博学多思 当年宫耕南洋 闭门十年经读经典 以而成为宝学之事 二 找老婆不以外貌为依据 年轻潇洒的诸葛亮 偏找了个奇丑无比的黄阿丑 认才学不认相貌 天下男子有几人做得到 三 一个战略理论家 一片龙中队 分析天下大事 非常透彻 四 勇于承担责任 如施阶庭后 自贬三级 五 重视科学 亲自发明牧牛流马 六 正确确定和执行少数民族政策 如七情七纵 缺点 一 架空刘善 刘被死后 由于刘善年幼 由诸葛亮执政 当刘善长大成人后 诸葛亮理应把大权移交给刘善 但诸葛亮没有这样干 而是把军政大权 进一步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更派人监视后主的一举一动 令刘善敢怒不敢言 刘善想抢回大权 但满朝都是诸葛亮的亲信 只好信任宦官皇号 造成千古遗憾 二 穷兵独武 祸国殃民 诸葛亮在执政期间 仅为完成先主之心愿 和他自己的龙中队的策略 而不顾国力名利 六出其山 由于力量相差太远 无法收复中原 反而令国家背上一个大包袱 并直接影响他的继承人姜维 令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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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